入恋时是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次的适者看起来是个清秀的女人 当着适者家属的面 首先对适者礼敬一番 而后从上至下轻抚适者面容 接着开始轻轻地修正五官 再将掩盖适者的白布掀开 为其活动双臂放松手掌 然后在白布的遮挡下 脱下适者的衣服盖在最上面 抽掉衣服下的白布 以衣服为遮挡擦拭适者的身体 这一切对男人来说只是做惯了的工作 然而这一次却有些不同 男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师父 师父来到家属面前 因为接下来就要为适者换衣上装 师父问家属要给适者化男装还是女装 原来适者是个男儿身 适者已适 母亲选择尊重儿子的爱好 要给儿子化女装 父亲也终于接受了儿子的女生打扮 但是却是此生最后一次相见 父亲痛哭着贵贱男人和师父 感谢他们给了儿子一个体面 这就是曾获香港金相家 第八是一件奥斯卡最佳外语篇 豆瓣评分8.9的入恋师 男主小林曾是一个大提琴手 为此还花费1800万日元 买了一架昂贵的大提琴 可惜很快他所在的乐队就解散了 小林没了工作 逐渐入不敷出 于是他告别了过去的生活 带着妻子搬回了乡下老家 乡下的生活虽然安逸 但是大林还需要赚钱来养家 这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一份招聘解释 似乎是一个关于送行的旅游类的工作 不仅没什么能力要求 而且待遇还不错 小林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来到了这家叫做NK的旅行社 一进门小林就觉得有些不对劲 公司里居然摆放着三口棺材 而这个时候公司社长也到了 面试时社长只问了一个问题 小林没想到面试居然如此简单 再三询问后才知道这是一家白氏公司 公司的名字NK也正是纳官的缩写 小林本想拒绝 但在社长的超能力下 急需贴补家用的小林还是投降的 回到家小林犹豫再三 还是没能对妻子输出自己的工作 就这样小林算是踏上了白氏这条不归路 所谓入恋就是在火葬之前的纳官工作 这种事过去都是由试者家属亲自完成的 不过到了现在 为了让试者走得更加体面 于是就诞生了他们这个行业入恋师 小林上班的第一天 在社长拍摄的入恋视频中 扮演了一具尸体 第二天真正的工作就来了 试者是个死了两周的老太太 公寓里充斥着难闻的被盗 社长对此是司空见惯了 但是小林哪见过这种阵仗啊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不过他还是强忍着呕吐感 协助社长处理了死者 这次工作给小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但是社长这个人不光和死人玩得开 和活人玩得也很溜 他非常适时的将两张大钞递给小林 小林的心理阴影瞬间被治愈了一半 回下路上 小林发现抬尸体的时候身上沾的臭味 于是他来到小时候常去的澡堂 洗了个澡出来 刚好碰到老板娘和儿子 为了拆掉澡堂的事在争执 三人多年未见寒暄了一番 几天之后 公司接到了新的工作 试者是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 社长跪坐在试者面前 仔细地擦拭试者的身体 再体面地为试者换上衣服 然后为试者画上精致的妆容 小林在一旁认真地观看着 社长的手法细腻温柔 仿佛在与老友做最后的告别 这种平静庄重的过程 深深地触动到了小林 为试者上妆到最后的时候 社长问家属 要试者生前最喜欢的口红 但试者的丈夫却一时没缓过神 还是他们的女儿将口红给了社长 上妆完成了 试者的面容充满了生气 安详地闭着眼睛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死者的女儿看着母亲忍不住痛哭 丈夫却一直沉默不语 直到社长准备为死者盖棺的时候 她的丈夫才终于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死者的入恋完毕了 社长和小林正要离开 死者的丈夫追了出来 对他们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还送了他们一包吃食 那是一包风干的试饼 小林吃得非常开心 而这次过后 小林似乎彻底打开了心结 甚至下班之后 心情很好地带着妻子一起去澡堂泡澡 日子一天天地过 小林越来越适应入恋师的工作 但她还是不敢将这件事告诉妻子 毕竟入恋师的工作并不光彩 不过她不说 林立街坊却渐渐传开了 妻子也在电视上看到了 他们公子的入恋视频 妻子接受不了 她请求小林立刻辞职 但已经对入恋师产生热情的小林 并不愿意放弃这份工作 夫妻俩争吵的结果 是妻子回到了娘家 接着小林在工作中也不断受冷眼 终于小林有些受不了了 她想要辞职 对此社长并没有说什么 她与小林对坐在办公室里 考了河豚的鱼白递给小林 然后指了指身后的相框说 我老婆九年前死了 也是我第一个送走的人 接着社长拿起鱼白咬了一口说道 一种生物靠吃另一种生物生存 想活着就要吃东西 既然要吃就要吃得好 这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 吃掉美味的鱼白是这样 帮助死者体面地结束人生也是 小林吃完拿起鱼白大块朵鱼 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就这样小林开始了她的独居生活 跟着社长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的侍者 期间会受到冷眼也会有更多的感谢 接下的时候她就坐在河边拉琴 小林渐渐爱上了这种百度人的生活 但是某一天妻子回来了 并且告诉小林她有了身孕 小林要做爸爸了 非常高兴 可是妻子还是希望她能够换一份工作 而这个时候小林又接到了工作的电话 妻子有些生气了 但当小林说出死者是澡堂老板娘的时候 妻子才明白事情的严肃 两个人连忙来到老板娘家里 小林跪坐在老板娘的遗体旁 为她清洁着身体 然后用细致又温柔的双手 帮助老板娘换上衣服 妻子在一旁全部看在眼里 她这才明白 丈夫做的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工作 而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职业 老板娘的遗体很快被送去火化 老板娘的儿子想最后看一眼母街 来到了焚烧街 看火炉的大爷也是澡堂的常客 他看着焚化炉缓缓说道 死亡是一扇门 它并不意味着结束 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个阶段 我能作为守门人 送他们穿过这扇门 说一句一路顺风 后会有计 真的非常荣幸 说完按下了燃火按钮 随着火焰升起 老板娘的儿子气不成声 如果你的工作 并不像外人看起来 那么深刻而丰富 甚至被人偏见看不起的话 那么是否应该满怀热情的 去尊重与对待呢 我想这部影片 是回答了这个问题的